以後陽光 Raymond & 網友的直播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點贊、訂閱和分享 記得把節目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好了 現在講講其他話題 拜登出來道歉 為甚麼道歉呢? 就是就美國政府強迫原住民的年輕人 入寄宿學校的行為 就向美國的原住民作出歷史性的道歉 拜登在星期五的時候 去了阿里桑那州 一個原住民社區發表講話 他作為美國總統 正式道歉 他形容這個寄宿學校制度 存在了大概150年 美國專門捉原住民的年輕人去寄宿 這就是美國歷史上最可怕的篇章之一 他說知道任何道歉都無法 或者不會彌補聯邦寄宿學校 政策期間失去的一切 又說今天終於走向光明 其實美國在19世紀初 到20世紀的70年代 即是1970年代 都有幾百間原住民寄宿學校 那時候都是叫做Indian school 是強制把原住民的年輕人 就是同化 這個 怎麼同化呢 要他們忘記 他們原住民的身份 第一 要他們學習歐洲人的生活方式 嚴格來說 背棄他們本身信開的宗教信仰 然後就是歸依基督教 在美國 新近有份政府報告說了 其實這個制度 就是令到很多原住民 有身體、心理和 不能亡滅的傷害 就是被人性虐待 還有就是 有幾千個年輕人 就是死了 不要說幾千個 應該是近千個 我說了不是幾千個 他們是接近一千個年輕人 其實我覺得不止了 不過我沒有數據 沒有辦法質疑他 只是打一個問號而已 其實拜登是跟誰出席這個活動的呢? 那個姐姐叫做Debora Haaland 這個Debora Haaland 她是有原住民的血統的 就叫做卡威卡族 她是有原住民的血統 她是有部分的原住民血統而已 但是 她是不是看起來 像我們心目中的原住民 其實 不是這樣的 這個姐姐 她註冊了 叫做Laguna Pueblo 這個地方 的卡威卡 就是卡威卡人 這個姐姐 她當然是美國的第一個 有原住民血統的 美國內政保障 也是第一個 是現在才有的 就是做他們國家的保障 她是內政保障 其實她是什麼人呢? 其實她的爸爸 就是羅威裔的 海軍陸戰隊軍官 她的母親就是原住民 其實 所以她姓哈蘭 這個就是羅威的姓 她叫做迪波拉 Debora Ann Haaland 就是她了 香港藝民就說 寄宿就是最可怕 感恩節才可怕 印第安人死亡多少 其實他們本身不是叫做印第安人 這個我也要說 為什麼我一直都沒有說 他們是印第安人呢? 其實這個說法是不對的 印第安人的名字 是西人加給他們的 是歐洲人加給他們的 其實他們本身 不同的族有不同的名字 其實是 還有就是 他們才是真正 發現美洲大陸的人 其實就是 就不是什麼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 這個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 這個說法其實都是西方的罪事 其實這些原住民 其實他們是有很多種語言的 如果我沒有搞錯 有幾十種語言 其實跟澳洲的原住民是類似的 澳洲原住民不是統一的語言 這是現實的問題 有些人就覺得他們應該是一群人 其實不是的 其實澳洲第一國也有幾百群人 自己有自己的語言 自己有自己的歷史 自己有自己的文化 在美洲也是一樣 他們基本上有不同的 因為美洲很大的 整個北美很大的 他們沒有可能是單一 你要叫他們做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就不是這樣 Raymond Lee 就是門面功夫 門面功夫也比不說好 其實... 當然還有就是... 這個美洲的原住民 他不只是在北美洲有的 他在南美洲也有原住民 他們那個地方其實是很大的 為什麼哥倫布會叫他們做印第安人呢? 其實因為... 哥倫布他不知道 他以為自己去了印度 所以他就叫那裡的人做Indians 就是以為是印度人來的 但其實他們當然不是印度人 為什麼... 這個其實... 很認真地說 就是... 因為... 你中文的文獻 為什麼會叫原住民 做印第安人呢? 這個也是... 跟他們的名字去說而已 因為就是這樣翻譯而已 就叫他們印第安人 或者印地安人 但是... 在加拿大 他也叫做First Nations 就是First Nations 就是第一民族 或者是叫第一國族 其實法定地位 就是說了... 他們本身在加拿大的原住民 其實First Nations 這個名字 其實是最適合的 其實跟... 澳洲的用法 我認為是適合過原住民的用法 其實原住民也適合的 因為他們原本就住在那裡 那麼他們為什麼會人口銳減呢? 那麼當然其實... 在歐洲人去到美洲的時候 其實... 美洲是有... 很多原住民的 具體數字不知道 但是... 估算是他們可能是上億人的 那麼... 其實... 歐洲人當然跟... 當地的原住民是有衝突的 那麼... 除了戰爭之外 其實因為... 這個... 歐洲人就帶了一些... 流行病 去給美洲的原住民 是有免疫力的 因為其實... 歐洲人本身對很多流行病 是有免疫力的 但是他們去到一個新的地方的時候 就把他們有免疫力的... 病毒或者細菌 就帶了去... 這個... 美洲那裡 那麼... 在美洲那裡 那些原住民 就對那些... 流行病是沒有免疫力的 因為沒有接觸過那些病毒 就是好像天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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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天花就是... 歐洲人傳過去... 美洲的 但是... 美洲呢 亦都將這個... 剛剛你說的... 莫毒就不是歐洲人傳給美洲的人 美洲就是... 美洲的人 就是... 原住民 就傳給歐洲人 這些病毒在不同的地方也不一樣 歐洲的確切來源 在歐洲為什麼會有梅毒 其實估計 這也是一定要講估計 就是他們在美洲 跟當地的人有性器官串連 然後將病毒帶回歐洲 就是這樣 對不起,這不是病毒 這是梅毒是細菌 我們先說一下 一定要謹慎一點 梅毒是細菌 天花是病毒 天花是歐洲人帶到美洲 這個細菌 梅毒細菌 有一個假設 由美洲帶回歐洲 這變成病毒串連 病毒細菌串連 風繼續吹說 他是曲線承認種族滅絕 他又沒有說有種族滅絕 一定要說清楚 他真的沒有說種族滅絕 他也不算承認種族滅絕 他只是承認了一件事 就是有一個制度 這個制度 嚴格來說 令到原住民的文化喪失了 但是為什麼沒有種族滅絕呢? 因為現在仍然有很多不同的 族 不同的暴落 還在美國 就是這樣 好了,休息一會 回來再講講其他話題 現在先休息一會 那這裏 是 這裏 這個 這裏 是 很高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